大家好,我是叶子 咱们今天用鸡蛋和香菇来分享一道非常下饭的做法 香菇选用新鲜香菇来制作 首先准备适量的香菇,把它清洗干净 清洗香菇的时候可以在里面加入一勺的食盐 这样可以更好地去除香菇中的杂质与灰尘 把香菇尽量多冲洗几次,洗净杂质 洗净后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两个洗净的青椒,去掉根地后 把里面的辣椒籽和瘾全部去除干净 把它切成均匀的宽条后 再改到切成大小均匀的青椒块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把洗净的蒜苗 把蒜头的部位拍至松散后 再斜切成长对 切好后和青椒放一起备用 几粒的大蒜拍至松散后 再切成均匀的蒜末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先调个碗汁 在碗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加入两勺的生抽 加入适量的食盐 加入一勺的鸡精 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再加入一勺的蚝油提鲜 然后把碗汁充分地搅拌均匀 搅置到没有颗粒的状态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先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洗净的香菇直接倒入锅中进行焯水 在焯水的时候加入一勺的食盐增加底味 把香菇在锅中大约煮至三分钟 煮至到表面微微有一些柔软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把它捞出混干水分 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把焯好水的香菇略微改刀一下 把它直接切成均匀的大薄片 香菇片不用太薄 这样可以让它吃起来口感有嚼劲 切好的香菇片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把锅烧热后再加入适量的油 炉热后把锅的四周略微润透 再把准备好的鸡蛋直接打入到锅中 在煎荷包蛋的时候油温略微高一点 这样在煎制的过程中就不容易粘锅 把荷包蛋煎制到两面都金黄的状态 这样吃起来更香 煎好的荷包蛋先盛出来装入盘中备用 这里我们煎制了四个荷包蛋 荷包蛋煎好以后略微给它改刀一下 把荷包蛋改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 切好后先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油 油热后把准备好的蒜末添加到里面 然后再加入一勺的剁辣椒 如果不吃辣这里也可以不用添加 把剁辣椒和蒜末在锅中充分的煸炒出香味 再把焯好水的香菇和青椒块添加到里面 然后采用大火不停的翻炒 把香菇在锅中炒制到柔软青椒块颜色脆绿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把切好的鸡蛋块添加到里面 然后把锅中的食材迅速的翻炒均匀 荷包蛋比较容易吸收水分 在炒制的时候略微有一些干 炒匀后再把调好的碗汁淋入到锅中 微微烧制可以让它更加充分的入味 烧制到锅中的汤汁不多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把剩下的蒜苗段添加到里面 煸炒增香 炒大约几秒钟 蒜苗段变软激发出香味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样一道非常开胃又下饭的香菇炒荷包蛋 我们就做好了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